巨金夜居然巧不生气地返回台湾了 27日晚 周杰伦在某高两餐厅举办潮牌活动 不仅和困宁一起出席 林俊杰、徐雅君小S夫妇也在现场 阵容相当豪华 不过最令人意外的还是巨金夜的出现 他和大S并排坐在一起 目不转睛地看着魔术识变魔术 两人各自伸出一只手指 没想到红酒杯里护唇膏居然动了起来 大S逐几乎怎么会 而巨金夜更是直接蒙圈坐着一动不动 满脸的不可思议 小S在听到魔术可以检验对方爱不爱彼此的时候 和徐雅君直接上演爱的抱抱 超级搞笑 与此同时 巨金夜单手摟过了大S的胳膊霸气十足 不少网友看完后都感叹 这才是大S的朋友圈和人脉 果然很厉害 巨金夜和大S私底下也好幸福 真的很令人羡慕 前不久大S宣布要付出 不知道他和巨金夜会不会一起上节目呢 越来越期待了 你好帅